就是说我到每一位老师那里去听课 和到一些唱得很好的一些歌唱家 他们那里去听课 或者听他们讲的时候 我很注意找他们的共同点 因为歌唱在共同点上 大家都认为这个共同点的话 那这个共同点就是很重要的 这里呢 我听了这么多声乐乐的课 以及我自己的体会 最后确实是这样 人们有两项都是 这个这个这个 一致强调的 一个就是呼吸 呼吸的支持 一个就是位置的摆放 都提到这个位置的摆放 和这个呼吸的问题 那我这就说 给我当时我就找下来一条路 就是一个 一定要找到正确的呼吸支持办法 到底是怎么支持 就说这个呼吸支持 也有各种样的说法 也有的说感觉 把这个肚子放到下头来了 也有的说感觉 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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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气和这个什么 充满整个这个横隔膜 就说这整个的这这一部分吧 也有的说呢 这个位置呢 是在这个喉头的 不是就是在打开口腔以后 是在这个小舌头的后边 说有一个部位能上去 上到头顶 也有的呢 说是放在硬口盖上 也有的是这个 也有的说呢 是放在软口盖上 所以说这些说法 不禁然相投 但是都 讲了一个位置的摆放 那到底是说 摆在哪里是准确的呢 这里呢 就有一个间别了 翻译 你看我当时是非常 就是说从我听见的南高音 发出来的高音和声音 漂亮的程度 大概在我们国家 我听到就是 施红诺老师 他这个发出来的声音的 这种结实度呢 那是我耳朵以前 是没有听见过的 就是在好的南高音 很难发出他这种声音来 他就讲了 他这个位置关系 然后我又看了 他的导师波伦巴洛夫 先生的这个讲课记录 他就说呢 这个声音必须 一定要放射出来 一定是摆在硬口盖上 这就像创击一个硬的东西 有一个硬的东西 创击的时候 它有这种反射 你打在这个软子上 它就什么反射也没有 也就没有共鸣 因此呢 他讲一定要在硬口盖上 在硬口盖的某一个部位 然后呢 把声音摆放出来 然后呢 就是说 那因此说呢 我听见了 直观到了 就是施红恶老师这种声音 因此呢 我从我个人的感觉 这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声音的位置的摆放 另外呢 加上他这个强有力的 呼吸的这个支持 因此我这些年呢 就始终是在琢磨 就是这个呼吸和位置的 这两者的这种 很协调的这种配合 因此呢 我发现确实是 歌唱的时候 使用自己的腹部 然后呢 这个声音呢 一定要在你 微笑状态的时候 这时候的硬口盖 全都已经积极起来了 这时候发出来的声音呢 它就具有金属声 要是哪儿都没有积极 它就是一种暗哑的声音 它每个母音 都是能够 很好地传透出来 因为呢 它这个就不会出现 这个闭口母音呢 它就往回撤了 所以说呢 这为什么往回撤 它就因为它的摆放位置 已经改变了 因此呢 这个时候呢 它的声音 就跟着一起 往回改变 所以说呢 我现在讲的这个问题呢 已经联系到了下一个问题 我下面专门讲 怎么样能使声音 放射出来 这个刚才我讲的是一个 应该善意学习 就是说总结别人的 所有的声乐的共性 和别人的优点和长处 不要看见别人的 光看见别人的短处 一看见 他这个高音破了 他那个没有唱好 那是偶尔的 或者是 这个不代表一个人的水准的 一个人水准 并不是看你一首歌 或者一夜 这一场 而是一个长久的 看这个人 就从全面 包含的看着这个人 所以说呢 我说的要善意学习 就是从多方面 要用脑子 因此是有人说吗 学习声乐 不是用嗓子 是用脑子 还是用脑子 剪辑 的 是用脑子